有牛奶阿姨称号的台北市议员却梅沙在2014年便推动促成台北市国小学童乳品供应计划 每周一次提供学童免费喝鲜乳 如今看到喝鲜乳政策可以从台北市推广到全国相当感动 但传出有许多学校担心鲜乳保冰和保鲜问题而改用保酒乳 却梅沙认为可以透过牛奶兑换卷结合超商配送 解决学校冷藏设备不足的困难 当乳品厂商将我们这个鲜乳送抵学校之后 学校直接面对乳品配送到各班的一个问题 如果学童不胜引入不新鲜的鲜乳之后 学校将自行负责他们的一个承担整个后果 因为这样的担忧也让我们台北市学校有八成小学选择喝保酒乳 让我们孩子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喝不到鲜乳 我觉得其实相当非常的可惜 鲜乳才是最天然的钙 我们还是希望台北市的孩子都可以喝到鲜乳 那其实台湾有非常高密度的一个便利商店跟超市 所以同时他们有很好的物流系统 所以我觉得鲜乳政策其实可以试着与学校周边的一些便利商店或者超市来合作 用这个我们设计的牛奶兑换券 然后让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兑换 那我也在用这个示意图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牛奶兑换券可以到我们附近学校周边的超商啊 或者是超市啊 都是非常的密集而且很方便来兑换 大家会选择保酒乳 一定是因为冷练的问题 还有整个保鲜的问题 那也怕在牛奶的部分 鲜奶的部分的话 因为小朋友没有再及时的喝下去 所以就会造成他便职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支持梅塞医员这边所推出的我们牛奶兑换券 那其实牛奶兑换券呢 其实它本身呢 其实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场 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家长的相关的问题 我知道农业部还有教育部他们招标 这一次是到年底 那这一次到年底 我也希望他们在明年 可能在明年初的时候 他们可以去改进 然后把牛奶兑换券的一个方式 把它变成是实际可行的方案 那当然这个 不管是到超市 超商或者是量饭店 换这个牛奶的时候 不只是换可能一罐190ml的牛奶 甚至四张他可以换一罐 800cc啊 或者是1000cc的牛奶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可以有更弹性的做法 台北市交易局副局长 邓敬全表示 教育局的做法是以保冷带保兵 并协调家长志工或高年级学生 协助将鲜乳依各班人数分装 并送到班级 台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联合会 总会长吴振宏则表示 牛奶兑换券也可以结合台湾优质小农 促进本土农业发展 平常在家里或去超商 我们会去买的所谓的小农的一些鲜乳 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 让小朋友第一线去接触到 所以就刚好我们家有时候 也会买一些牛奶盒 我就带过来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是说 我们到超商去兑换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可以兑换到不同的乳品 然后我觉得我们小朋友所接触到的 不管是品牌 不管是乳原 不管是各种的一种饮品 它可以有更多元化的选择 目前台北市的做法是 我们会跟厂商协议 我们会多送一个保冷袋 然后就是说厂商的先乳到学校之后 你会透过我们的学校的义工 跟我们高年级的学生 在这块时间内会收用到隔班去 那隔班会在 尽量会在30分钟之内 将这一个牛奶指导学生来喝完 目前台北市选择喝鲜乳的比例比较低 那我想我们也很多的配套措施 包括刚刚的所谓的 跟超商来做结合 那目前来讲 我们在女性平权部分 我们有跟女性用品做结合 所以技术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当然我们在输送的管道上 跟我们两家的叶子 甚至三家的叶子 我们目前在谈说 它整个配送的速度跟细节 的一堆配套措施 不过我们也正在研育 那我们最终的希望 就是说让我们和鲜乳次数 能够的学校数能够增加 让我们这些说 对中央的这一个 斑斑和鲜乳 不仅是让学童的营养健康更佳之外 也能够扶持我们所有台湾的 弱农产业 却梅莎表示自己很早就注意到 台湾孩子缺钙问题 鲜乳是最天然的钙 要让每个小朋友都喝得到鲜乳 也希望部分公私立学校 都能够斑斑有些奶喝 不管是公立或私立 然后公立幼儿园 非盈利幼儿园 每一个我们的孩子 都可以有免费的牛奶来喝 因为毕竟每一个家长都有纳税 然后这些经费也是从纳税人中去播出 支持这个预算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孩子不应该要分公立或私立 应该台北市的每一个国小孩子 还有幼儿园的孩子 都有免费的斑斑有牛奶鲜乳可以喝 目前整个中央的计划 在私立学校国小部分 跟我们的非盈利幼儿园 目前是没有包含在内 我想我们会跟中央反映这个问题 然后也积极来编立相关的预算来指引 我们希望就是照 刚刚我们全面塞宇宙所提示的 我们在明年初就可以把这个真正含在里面 那我们整个慢慢喝鲜乳 这个真正我们预计大概10月中旬 就可以让我们台北市的国小血统 都可以喝到他们期待的鲜乳或者是保救乳 雀梅沙呼吁市府一定要跟中央做好协调规划 才能够让这项政策可以真正落实 为小朋友提供营养安全的先入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